温暖 有约这温暖 我们就真的溜入了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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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咬 光阳那样 好啦好啦好啦 這輛貨車駕駛過由地面噴出來的水柱 就像洗車一樣 不過這些是鹹水來的 在這角度看到 水柱比雙神巴士還要高 星期四清晨6時多 港鐵南窗站對開東京街西近深旺道 十字路口馬路位置附近 突然有水柱由地底射出 水柱約有5米高 現場交通一度瘦阻 警員只報到場指揮交通 水務署人員也到達現場協助 並且在Facebook 表示 現場有一條800毫米的鹹水管爆裂 正進行緊急維修 夠啦 真是夠 BB 走出生 投家開支越來越大 賠月 工人 奶粉 樣樣都是錢 知你身兼重任 是時候要多個back up back up你投家 一個就夠 FWD 純人壽 讓你就住結婚 生仔 靈活加保 而不用再合保 守護投家要走多步 我還負擔保 當然 現在Online投保還有折 FWD 富惠保險 在星期四上午近9點 青衣碼頭由女子懷疑失足墮海 被圖人發現之後 即時拋了個救生圈給她 這個女子大約20多歲 抱著救生圈自行游回上岸 救援人員向女事主提供 保亂品和飲品 初步檢查發現她只是輕微拆損 由救護車送去馬加烈醫院治理 現場消息說 女事主當時只是意外失足 警方正是展開調查 這架白色的遊艇直插在海裡 只剩下小部分的船頭露出水面 星期四中52點多 一架停泊在沙基灣避風塘裡的遊艇起火 消防接報到場射水破舊 但救火期間 遊艇懷疑入水後下沉 要出動消防隊蛙人潛水搜索 確定沒有人被困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船主接報後到場了解情況 因為下車忘記拉手掣 開逢Bang跑流後 就幫鄰居村屋的圍牆都撞塌 被撞塌的村長大約2.5米乘5米 村長的碎塊就散落在村屋裡 當時村屋沒有人由鄰居報警 趕回家的屋主見到這樣的場面 表現得很豁達 好老人家 書機應該不會在下面 鄰居 鄰居 知不知道他身體狀況如何開車 我不知道老人家 我未見 平時會不會和他聊聊天 都可以的 應該沒問題 估計今次要怎樣維修 要花多少錢 大概 他說五六萬 師傅 師傅說很便宜 意外發生在星期四早上九點八 西貢波羅邪隔邊廊新村 開逢Bang跑的男司機是一個90歲的外籍人士 他意外之後酒精測試零度 腳部受傷要送院治理 案件就列交通意外處理 沒有得救 好像汪洋一樣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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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條街都被泥水淹淨 水流很急速 好像激流一樣 沒有了 沒有了 有居民懷疑 因為觸電在水裡暈倒 大雨淹沒了地面不少的電單車 由居民見到都很無奈 沒有了 沒有了 廣州多地連日暴雨 星期三廣州市多處發生水淹 判如真誠錄得累積降雨量超過100毫米 廣州市氣象台災害應急指揮部 將災害暴雨應急響應調升為二級 大雨預計到星期四至星期六減弱 受暴雨影響 途經廣深線、廣散線的部分列車 廣誤或停滑 沒有了 在這裡感受一下 就是 在意大利西西里的閉路電視畫面顯示 當地時間星期一 遊艇在距離岸邊200米的地方閃著燈光 但是隨著暴風雨越來越大 船體輪廓和燈光在一分鐘之內就消失了 懷疑遭風暴吞噬 海外之後 船上有22個乘客15人獲救 一人離難 另外有6個人失蹤 救援人員連日就在遊艇沉活50米深的海底搜救 潛水員需要採取特殊加預防措施 在水底只有大約8至10分鐘的工作時間 就要浮上水面輪班 英國媒體在星期三報導 救援人員再找回5具遺體 其中包括英國富商林琦和她18歲的女兒 59歲的林琦是軟件公司autonomy的創辦人 有英國Bill Gates之稱 她在2011年因為涉嫌一中涉及858億港元的欺詐案件而官司前身 去到今年6月才獲得美國法院宣判無罪 外媒說林琦就是為了慶祝官司結束 所以邀請親友登船參加遊艇之旅 而比較離奇的就是 在這一宗欺詐官司裏面 同案被告前財務副總裁Steven 他在審判中亦都獲判無罪 但Steven就在8月17日在英國因為車禍離世 而林琦就在兩日後遇難 引起外界的關注 這條航拍片段中火山正在爆發 巨型球狀的火山灰不停地用出來 畫面右手邊的行山客正在奔跑逃命 情況就好像生死時速般驚險 事發在印尼著名的杜科玉活火山 星期六噴出大量的火山灰 燕灰一度飆升到8000呎的高空 有幾十名的行山發燒友在現場 其中有十幾個在山頂的人 發現火山灰噴出後立刻衝下山逃走 舊單位置的人亦都立刻轉身下山 部分人更加要滾下山 慶幸沒有傷亡報告平安撤離 編段上載到社交平台後引發不少人的評擊 因為明白他們是追求刺激 但出發前要了解火山近日的爆發度和相關資料 平安而歸才是真正的目標 地鐵到站了 一進去車廂光線黃黃地 還有這個波波扶手 會否令你有種回到過去的感覺呢 港鐵為慶祝投下福報四十五周年 星期四推出福布主題列車 福克地鐵第一代白頭列車之外 第一、第二、第七和第八卡車廂 將會重現舊式車廂的格調 而第三、四、五、六卡車廂 就與本地著名畫家李志達聯成合作 並得到異故漫畫家和司馬的兒子授權 重新移譯經典漫畫牛仔的父子造型 列車星期四下午2時 在蒼蠅站出發去韓文田站 一大批鐵路埋在蒼蠅站等候多時 看見車來到馬上衝入車廂打卡 接著螢幕都感受到被震得很興奮 各位如果想在地下鐵道碰著客 可以在星期六上午10時45分 到中午12時 來到蒼蠅站月台參觀 而列車會由即日起到本年年底 行走多條市區路線接坐乘客 不過港鐵暫時沒有公佈行駛路線的詳情 要再遇就需要各位碰碰運氣了 還記不記得這個人山人海的迫爆畫面呢? 去年12月開羅的《妙家夜紛紛》 是政府推動本港夜經濟的重頭戲 過了八個月之後 現在又變成怎樣呢? 香港01記者在八月連續兩個週末 去過《妙家夜市》 發現仍然有人流 不過已經大不如前 最初三個月比較好 接著人們經常不想就差很遠 今天星期六 其實現在人流算不算多? 比平時就不算多 如果沒有奧運 現在至少有六七成 那平日呢? 如果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五就比較靜 7點後 即是六成左右 比以前 至少少少 至少少四成人 當然正在捱 現在等到十一黃金周 不就是十一小 十二一號 接著聖誕過年那些 希望那些 那些日子好些 平時大概一日三二眼有多少? 現在不會太多 厲害了 都是四百多元 當然是差很遠 當然是差的 但是呢 都希望政府 或者是我們那些 有關部門做多些 才算 那些日子六 都是差不多 如果沒有六以國方的情況之下 都是會這樣過 整個情況的 星期六來的 那如果是平日呢 即是四一至五 會不會靜一點? 靜一點 是的 因為我們本地下 都有些上班 有些遊客都要回去上班 總之 所以星期一到星期四 都是認為會少些 是的 這些是事實 開頭的時候 因為天氣 或者是宣傳 或者是新鮮感 當然是很旺 很火爆 每日有二萬五 平均有過萬人走 所以現在呢 因為天氣不好 又熱幾天熱 下雨就下雨 所以現在每日 大約是六七千人 跌得多是意料中事 因為每年的暑假 或者是熱的天氣 廟街都是淡貴 一定要是說 可能如果暑假 天氣好一點 我想人籃會多一點 其實整體上是滿意的 因為如果純粹是靠 即是我們廟街有三百檔 乾貨檔 如果以以前的模式 就是好像死氣沉沉 加了一些美食攤檔之後 反而激活了整條廟街 旅法局就說 由麻地廟街返商會 過去幾個月 不時和商戶商討 小息的款式 和作出調整 而截至七月底 已經錄得有大約228萬的人次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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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